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海瑶 对吧 还有这个泰尔酸泰鱼 很多都是国内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品牌 也渐渐的落库新加坡 所以这个里边呢 对我们大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当然疫情这两年的影响 也让新加坡的这个整个的餐饮行业 又开始重新启牌 对吧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启牌 在这种冲击之下 我们对运营成本 对于我们的就是包括的一个运营方式 比方说外卖甚至多过堂食 包括我们的这个 在这个运营环节里边的工人的这个 quota 工人的这个比例 这个这个这个 要买配额下调 那这个对我们都整个的运营模式也好 对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品牌战略 这方面都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那我们特别策划了一个这个项目 所以得到了我们这个海底捞的创始人 我们孙永宏先生的大理支持 今天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活动 在市总开始之前呢 我也对我们的这个中心 做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这个很有点 有点延迟 好的我就用这个吧 可以了吗 OK 好 那非常快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 这个是南洋领工大学 大家都不要这个本地的同朋友 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总而言之 这几年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适猛的 那么在国际排名方面呢 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OK 那么我们呢 也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本身 在各方面的积累 能够为这个企业行业 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那么回到我们的南洋科技创业中心 我们是2001年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共建的 那么成立于2001年1月 那么我们是一个跨学科的校局中心 我们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国际企业的创业企业家 为新加坡本地和为本区域 对吗 我们还有很多甚至包括中国的朋友 本那个东南亚的朋友 OK 那么 这些我先可能skip过去 但主要来说我们做三个方面的 一个是学术课程 体验室学习和以及一些 这个工艺的一些项目 学术课程方面呢 我们有这个本科生硕士生 企业家三个层次的 创业创新的教育项目 那我们这一块呢 是处于企业家这个层面的 创业项目 好 那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有0到1 有1到10 有10到100 各种不同层次的项目 可以满足我们企业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需求 满足你们成长的需求 OK 那么我们现在 在今天给大家可能重点介绍 就是企业转型领军计划 OK 它就是我们企业家项目里边 在1到10 在介绍这个具体的这个项目之前 也谈谈我们中心啊 作为教育的一个机构 当然艺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那么也就谈谈艺人方面一点 小小的一点成就 那么在过去20年的发展里面 我们有5位同学 荣登东南亚福布斯30以下30的 一个排行榜 OK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让我们 骄傲的一件事情 那么06年有一位 18年19年分别都有 还有我们认识的 这个流行人 还有一位 他的已经纳斯达克上市了 他是坐无人机的 所以这些同学 看都是高科技创业 好 那么我们的任务什么 我们的角色就是 我们是NTU的一个窗口 是NTU关于创业创新教育的一个窗口 因为我们开的是相对短期的课程 短频快能够让你赶快 能够学到东西的 你不用套上一年的时间 或者两年的时间 对吧 套上这个很大的一笔资金 对吧 去得到这些好的教育 但是你觉得觉得好 将来也可以进一步 来读更多的课程 第二呢 我们是个平台 我们是个平台 八件的是大学和人间烟火的平台 OK 和业界的平台 OK 第三呢 我们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资源的一个集中者 因为怎么样 大学是一个梳纽 我有时候开玩笑 小方认识人是追到的 有什么事找我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企业界的人 认识我们大学的人 我知道教授 你要什么技术 我们知道去哪找 你要什么政府的一些资源 信息 我们也知道 我们应该来说是个信息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者 同时我们也是渠道 OK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班上 可能我们有上游的原产 食材的供应商 可能有我们本身在做餐饮零售 以及餐饮的食品厂 这样的 对吗 但我们也有是什么 也会希望去团队一批 能够提供我们的IT service 听过我们的品牌服务 这样的朋友 对吗 以各种形式把它们结合起来 我们这里边就构建成一个 餐饮界的创业的一个生态 然后在这个里边 我们继续是怎么样 我们去成长 壮大自己 互相撞击 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 对吗 好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学术和餐饮界的桥梁 就比方说 NTU本身也有很好的食品专业的一个研究所 我们还有农业科技 这些东西给大家更大的一个什么想象的空间 OK 好 那么我们也是全方位的创业生态系统 这都是以前 我们带着我们网界的这个学员 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参观的样子 这个中国 美国 基本上头部企业 我们都有去过 所以这个里边呢 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有更好的国际事业 OK 好 所以我们关键我们的任务是 重塑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赢定未来 好 那么现在就快快的说一下 这个我们的企业转型领军计划 那么它是一个为期一年的企业转型加速项目 这个是由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也就是Enterprise Singapore 由他们来主导 我们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执行单位来进行的 但是呢 在这个里边 它主导的里边呢 新加坡毕竟有这么多企业 对吧 所以我们根据各个学校的长处和特点 来根据一些行业 我们来定制一些项目 所以呢 这些是我们 开始做这个领军班的一个初衷 OK 好 那这个陆雪要求 本地人持股比例至少为30% OK 年营业额 最新的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要在500万以上 当然来说我们有些老板是多元化的经营 我可能自己有餐厅 我同时也有自己的贸易公司 对吗 我们可以在我名下的企业 只要把这些收入合并在一起 达到500万 或者有时候稍微差一点点啊 你只要是这个势头是好的 我们去跟政府说 OK 那你就可以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 OK 上船的船跳 OK 然后呢 至少一名是创始人或者继承人 那这个里最大好处是吗 我们每个人是decesion maker 我们是一个决策者 那我们一起头脑封炸的东西 是可以很迅速地转化为一个 project 或者一个生意的 对吗 所以这也是政府在这个里边 他为什么考量说 设这些门槛 这些标准 他是希望真的能够 抓一批有前景的中小企业去来 进一步扶植 OK 所以啊 这个报名的链接实际上是 除了你们 这个在我们这边做了意向报名以后 我们的同事会给你们真正的 直接的政府报名链接 那个里面会对你们做一些叫 hiding check 就是背景的一些 这个检查 但这个里面他们实际上在什么 在相女婿 就是说 希望相当一些 有成长潜力的企业 然后由我们跟他们一起来 共同孵化 OK 好 underfly Singapore 启发局 他们是推动房 OK 赞助合作伙伴 我们的金主爸爸 技能创前程 skill future OK 所以高达90% 以各种形式 把钱塞给大家 OK 虽然是你们交的税 但是用到对的地方 对吗 第三呢 项目合作伙伴 DBS 新展银行 新加坡最 最有实力的银行 OK 他们对我们呢 第一是项目合作伙伴 第二是内容支持 第三呢 是区域的网络支持 OK 去年我们跟这个新展银行 当时前的合作协议 OK 那么呢 这些的话 我可能就是 这些广告语 我就skip住啊 但我们讲点实质的 咱们学什么 这个内容还在调整中 但基本上是按照 启发局给我们的一个内容的框架 基本就像一个餐饮业的 迷你MBA了 对吧 主要涉及到思路的问题 钱的问题 人的问题 运营的问题 品牌的问题 对吧 那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些微调 对吧 当然也会在 我们这个在座的 我们像师总这样的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也会根据餐饮行业的情况 做一些更具体的一些设计 OK 好 那我们重要的还是说亮点 首先是知识更新 十天的课 但这十天的课呢 是分布在五个月上玩 那每五个月里边 我们有三天聚集 三天里边 两天的课 一天是做Networking 一天是交朋友 搞活动 OK 所以一个月里边 我们拿一部分这个时间出来 重要事情我觉得是什么 休息 不是 停下来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OK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企业的进度发展 做更长远的规划 第二个导师把脉 OK 哦对 这是三四线道学习的研讨 三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 这是三个电子化个程 就是大家可能 有些比较基础的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是线上直接教学 你可以看一下 怎么看财务报表啊 怎么这个营销一些基础的元素啊 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在线上解决了 四次无边对话 就是四次的一个小论团 OK 会找和你们的业务相关的一些业界的一些大咖 进来给大家交流 OK 好 导师把脉 导师把脉呢 主要是说根据各个企业的情况 我们为你们提供40个小时的coaching coaching是这样 不是说一般的咨询是说 我花个50万 我这不是说少了 到我企业来 像麦坦西这样的 然后出一大堆报告 然后派一堆专家到这边 定岗到哪 所有的执行方案都给你 就发现可能 可能是不一定对办的 对吗 但是呢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说请一些有针对性的行业性的一些资深的人 OK 或者是说有些功能性里面资深的人 比方说有这个搞会计的呀 有可能是说搞融资的 我的error 这些我只打个比方 根据这些方面呢 我们根据各个企业的情况 由这些导师根据你有重点的情况 跟你找了一个和你一起讨论出来 做一个情况 他只是一个陪伴 OK 但他给你思路 你自己写自己的成长计划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任务是什么 辅导你 牵着你的手 帮助你写一个企业的一个成长计划 OK 规划你下五年的发展思路 OK 政府爸爸买单 OK 好 下一个计划实施也在里面 商务链接 OK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Networking 特别在我们餐饮业有个最好的一个特点 吃饭就互相吃吧 对吧 咱们串着门吃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项目 OK 所以培养目标 这是政府给我们的培养目标 首先呢 洞察行业变革趋势 建立竞争优势 对吧 第二呢 我们要发现 对我们NTU来说 包括新长银行 包括政府 都希望发现高潜 高成长力的一个中小企业 OK 希望在这个班里边 真的是领军班 你们能够改变本地的行业 你们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更多的是为我们的新加坡国民 带来更多美食 OK 关键是能够有贡献 对吗 今天早上我还听一个那个 一个video 说美国光这个餐饮业的上市企业 应该是50家吧 对吗 那中国就 包括新加坡可能这种就比较小 中国可能新加坡本地就是什么 珍宝吧 我记得有几家 珍宝 同乐好像 OK 算一个bread talk 面貌物语 对吗 也就那几天 但是真正的新名的可能还没有 OK 所以我们创造更多的这个共享价值 OK 好的 这是一个一年的timeline 然后可能时间 好 最重要的 这个政府爸爸 90%以上的折扣 已经政府的津贴了 还有 等你一年完成学习以后 还有额外90%的折扣 所以基本上政府全部买单 但现在大家要好好学习 OK 我要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上课 每天新加坡政府官员坐在这边 跟我们一起上课的 好处是什么 直接跟他问 我餐馆 我的餐厅是什么情况 你觉得有啥钱可以给我 他们就去赔你 对吧 这是正好的 对吧 所以说 实际上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的 就是有特点的一个项目 好 那么我现在占了师总不少的时间 我就把这个小广告做完 那我们现在把现在还是 来倾听大家成长的烦恼 把这个时间交给师总 各位新老朋友啊 各位线上的朋友 应该从哪看 从那吗 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个小方老师的邀请 也非常感谢这个南大的这个科技创新中心 能够举办这次活动吧 包括未来的这些课程 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 整个不管是社会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包括学术的力量 都在把我们这个行业 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 做出更多的努力 大家都在做这个努力 所以说这点非常感动 所以说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看法和我的经验 或者是我踩过的坑 因为今天这个是一个 线上线下的一个沙龙 那什么是沙龙 沙龙就是大家可以讨论 可以互动 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服务行业也好 餐饮行业也好 食品行业也好 其实每个企业在不同的阶段 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 我在整个的过程中 获得我对这个行业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和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过后我们把后面的时间 如果大家有问题 不管是线下的包括线上的各位 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可以发过来 到时候这边的老师会组织 我们可以回答和讨论 好吧 那现在我就开始讲我今天的这个话题 今天我讲的是后疫情时代的食品与餐饮业 因为本身的话题叫有个什么成长的烦恼 我发现生活在新加坡的烦恼相对还少一点 政策这么多 学习都是免费的 多好 在这个环境里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说把后面的烦恼就去掉了 大家也别那么烦恼 那首先我先说一下 我对现在这个行业现状的一些看法 那么第一点 大家对这个疫情的是否能够反复 其实是很担忧的 因为疫情能够反复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政府或专家的事情 我们是无法判断的 但是呢我们要自己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创业者或者创始人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保持怎么样一个心态 因为这两年我们做餐饮或者做食品行业 非常焦虑 特别焦虑 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吧 其中疫情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引起我们焦虑最大的一个因素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如何保持自己一个相对平和的这么一个心态 积极的应对这个疫情各种出现的状况 要想到一些办法 这个是我们作为领头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都每天那么焦虑 那么我们去如何带团队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 前年相对后面好一点之后 后面Delta又来了 Delta来了 我们政策又收紧一段时间 到了后面大概是去年10月份 什么时候奥米克中又来了 那么政策又开始收紧 那现在你貌似放开了 那未来还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些担忧的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心态 还是放得更加平和一点 都为这个企业想办法 我们把重心往这上面放 第二个现实的问题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物流啊 整个世界这个物流 由于疫情关系 物流是上涨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物流成本 包括海运成本 就已经上涨了20倍 20倍啊 是个什么概念啊 说太可怕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物流成本上涨了之后 原材料成本也就上涨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考虑优化我们的物流 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去考虑原材料的本土化 这个可能是我们一定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我也在看我们的一些 尽量的做一些本土化的一个研究 我包括一些的原材料 未来的不管是豆瓣也好 辣椒的提取物也好 花椒提取物也好 可能都应该由本土的做一些 特别是南大也有研究中心 对不对 以后可能能够多合作 做一些我们本土化的一些原材料的研究 这个就避免万一疫情再反复的时候 我们能够让物流成本也能够降下来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原材料成本 那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不管是疫情的这个物流成本 或者原材料成本 或者人工成本 其实大家都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 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不是特殊的问题 因为我们面临的 我们面临的 别人也面临 所以说我不要怕 我们的起跑线至少是一样的 那人手非常紧张 刚才那个傅老师也说过了 这点我就不再说 因为人手确实非常紧张 招都招不到人 招不到人 其实最大的 可能希望我们涨工资 涨到工资可能就好招了 主要是工资低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确实工资低 这次也是没办法的 我们全球的服务行业都低 我去欧美日本看 我以为他们工资高 我发现服务也很低 也是当地最低的 那我们可能就已经入到这一行了 入到这一行 那没办法就要去适应它 我们如何在一个相对低的 这个收入情况下 如何能够挽留住员工 那员工在我们的企业中能够成长 可能就是我们重重之重的一个工作 那么我说的这些都是共性问题 我们有的别人有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出现 别人没有的问题 我们有 比如说别人人手不紧张 就我们家最近的 那就完蛋了 别人家原材料不贵 就我们家贵 那也完蛋了 这个其实要经常反思 这个不是说不出现 是容易出现的 第四个行业现状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 都在加速这个国际化的扩张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现在整个的这个大环境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在疫情的控制 其实疫情防控 每个国家的政策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松有的紧 有的是这个时间松 那个时间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从我们企业也看得出来 在不同的阶段 其实每个国家 它的基因状况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地方 那很有可能这个企业 就可能生存得出问题 幸好现在还比较分散 风险 虽然说我们的利益 可能也不能集中了 但是我们的风险也分散 这个也是 为什么比较一些大点的企业 都在做海外的扩张 因为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新加坡来了好多的这个企业 我就不说了 什么火锅的中餐的奶茶的 等等等等 多得很 其实第五个是一个 疫情出现一个特别 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这个是在国内是特别厉害 那么什么呢 就是线上线下和门店的传统精英 现在已经打破了 完全打破了 不是说我们精英门店 就一直在精英门店 我们的线上的就只在线上卖 现在完全不是这样 线上线下线都相结合 那么什么叫线上 大家把那个觉得很多的线上 信息化理解成为科技 创新或者等等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所有的互联网的这些 这些科技 其实都是为我们的业务服务的 什么叫SARS SARS就是服务 就是信息服务嘛 所有的SARS系统 都是为业务流服务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门店 用的特别好 各种的工具 互联网工具 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么一个 高科技的工具 为我们线下的业务做服务 你看招聘有招聘的SARS 比如说我们培训有培训SARS 我们这个叫做财务有财务SARS 包括我们现在在中国已经出现 我们全国的这个发票 只要一扫描到那边 就直接就爆炸 不是说还要寄过去 以前还要寄原始的发票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包括我们的档案管理 各方面都有很多的人事的 财务的都是SARS化的 那么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物品工厂的一些 竞销存管理 库存管理 包括其他的什么管理 周转率管理 其实都是SARS化的 那么这些SARS化 也在逐步的完善过程中 在我们的 现在的科技互联网 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打破 这种传统的思维 其实我们不是传统的行业 我们是思维太传统 可能打破这种传统的思维 怎么样去把这个高科技 或者新的科技的一些技术 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来 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产品零售化 和门店渠道化 现在疫情期间 那个全部已经打破了 以前的什么进超市买东西 什么什么的 那现在完全不是 那产品零售化 我在座的各位好多都是产品零售化的 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都挖 那是零售没有 至少他们的羊蝎子是已经零售化了 是吧 其他已经零售化了 那么产品零售化 大家就能理解 我餐厅的产品 能够在零售的渠道上去卖 这个比较冷静 为什么叫做门店渠道化 由于疫情期间 你会发现 整个就国内的餐厅 好多变成了渠道 它销售各种零售商品的渠道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门店 今天要给社区团长提供我们的这个一套餐一套一套的 有葷菜套餐 树菜套餐 水果套餐 或者葷素套餐 也会卖什么甜烧白 咸烧白 也会卖叫做那个叫做小龙虾 各种小龙虾熟的 其实就是整个所有外部的产品 在我的门店 给客户直接进行这个销售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门店与零售的渠道合而为一 在疫情期间 我觉得这个模式是越来越明显 非常的明显 因为包括我管得起 我是做这个 连锁餐饮的这个供应链 不管是调味品的供应链 还是我食材供应链 都是我在做 那我在做的过程中 会发现 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 我们会把很多餐厅知名的产品 拿到各个渠道上去卖 我们也会给餐厅的店长和餐厅的老板 推荐其他的品牌的产品 在你店里面买 无非就是利润分成的问题 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打破了边界 零售产品和这个传统的门店 完全打破了 这就叫产品零售化和门店渠道化 未来我们的传统 我们这个行业会更加的复杂 更多元 你会发现有可能我们跟 跟叫做那个 那个饮料叫啥来着 不是那个那个瓶装的呢 元气森林 对吧 我们可能会跟元气森林推出什么产品 也许跟可乐推出什么产品 也许跟我们可能会卖很多的产品 在我们的门店里面买 那么有可能他会帮我们去图一些火锅套餐 火锅什么餐卷和什么卡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未来全是混搭的 所以不要说什么跨界 我只要说自从互联网出现的那一刻 就没有跨界这一说了 我们都在一届 我们都在移动互联网这一届里面 所以没有跨界这一说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行业的吧 一些一些看法和一些自己的分析 当然你说未来该怎么走 我们能够真的借鉴欧美 或者日本的一些一些好的经验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的迭代啊 非常的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 当然我发现新加坡好像相对来说慢一点 比其他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信息传递的更 更慢一点的还是什么 比如说今天早 我来的路上还在听一个广播说 整个的新加坡的这个餐饮 可能走向了一个新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我说这个早就在中国 已经完全是早就是这样的了 早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还在宣传 可能会延迟一些 延迟一些 但我想通过我们多方努力 不管是政府啊学校啊 我们自身多方努力 我相信这个很快就能够贯穿 因为互联网嘛 传播很快非常的快 未来的模式会更加的多元化 这个是我讲的这个行业现状 那么讲了行业现状呢 因为前期这个不管是敬畏老师 小方老师都跟我收集了一些问题啊 收集了一些问题 就说整个的在座的各位 包括线上的各位 绝大部分都已经走过了零到一啊 可能现在是一到十或者十到一百 或者甚至更远的一个路程需要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多 其他问题 不管是人的问题 财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都会遇到 那么我们我是怎么对这些是怎么看 那么你怎么去发展 怎么去在后一期时代 如何去发展壮大 那这里面当然缺不了资金 你没有资金是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除了资金之外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人 人的 人才的一个缺乏 那人才缺乏更多 就是我把它称之为 组织建设 因为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 没有那么多的内容 组织建设说的还是比较简单 组织建设里 组织建设里其实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叫组织架构 然后我这里就没写 因为每个企业组织架构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 里面的一些管理的体系的建立 我这里其实是只是一个 这是列的几个提纲 是一个体系管理体系 那么组织架构又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些企业更多的是那种 金字塔型的 比如上面是董事长总经理 下面几个总监 下面什么区域经理 还有什么什么店长之类的 这么来分布的 那么有些企业的组织架构更扁平 比如组织架构 总经理下面就是店长 店长完了就是比如说财务的一个负责人 什么一个负责人 就非常的扁平 这种组织架构呢 在每个企业不同的阶段 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布局 那根据你企业的不同你可以去布 不管你什么样的组织架构 你要发展的话 那就离不开这个里面的一些体系的建设 这个是我们可能在发展中最重要的这个环节 因为你组织架构可以调整 可以变成金字塔 可以更扁平 可以又变成金字塔 你随着你的阶段不同可以去调整 但是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你怎么跳都跳不开这几个体系 因为你人要成长必须要经历过 你体系要搭建成这样 你的人才才能够涌现出来 就比如说第一个 为什么我其实把招聘 我没有写在 原计划是不写在这里的 为什么写在这里的招聘 招聘我发现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 第一招聘有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二招聘有技巧 对不对 那我最近我也发出一个招聘 我招聘发现我要 由于这边他跟我说的是 由于新加坡的法律法规规定 我收到的简历完全看不出来 我要的东西 他自己有个姓名 男女 再也没有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要通过一个一个面试 我大概看一下他的经历 然后塞一部分出来去面试 在面试的过程中我才知道 比如说他从哪个学校毕业 他到学生什么专业 他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对不对 包括他的一些国籍 这些可能就是一些情况 大概我面试中才能够看得见 但这是由于法律法规 一些保密的条款所造成的 但实际上可能也给我们的工作 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流程 照理说我通过一些 能够迅速的筛 筛简历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做不了 这个过程在这里至少做不了 那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能做 我要的至少能够塞得很小一个范围 不是我收一个大量的简历 一个一个打电话来邀约面试 这个也是个问题 第二个说一下招聘的技巧 就跟那个Jackie聊过 我在中国的跟老板也聊过 招聘是有技巧的 那为什么呢 招不到人呢 招不到人核心就是薪酬低了 这个是核心 是吧 但实际上薪酬低吗 但你看我举在六年前 我在郑州的一个案例 我去跟那个餐饮的老板交流 我说他说他们的企业 两千五招不到人 包吃住 那边都是包吃住 我们的公司招的是三千二 起步三千二 他说你看你们就好招 我说那你请问你 他第二个月能拿多少钱 就是一个新员工 第二个月能拿多少钱 他说哦 全勤奖 什么还有什么绩效 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个提成什么奖 加起来能够拿到三千五 我说你确定吗 他能拿到三千五吗 我说你确认一下 你把你的数据拿出来 你的新员工 第二个月到底平均拿多少钱 他算了一下 他就拿回去算 他说三千四 已经算出来了 好 那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说三千二招人呢 他说我有绩效 我基本工资是两千五 我有全勤奖 什么奖 我说你在你的招聘用语上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对吧 你就说我的最低保障收入是三千二 你不要给他说基本工资 对吧 因为对员工来说 他其实最关心拿到手多少钱 就是拿到手多少钱 你只要保证了这一条 那为什么定三千二不定三千四呢 这轮又有一个技巧 因为三千四的话 作为员工他觉得工作几个月都是三千四 就没有希望了 他觉得超不过你承诺的那个东西 他慢慢慢慢就觉得没有希望 那三千二的话 他就觉得 我再工作好一点能拿到三千四 再工作好一点能拿到三千五 他是有希望的 但至少你招人就好高点 但他进来之后发工资的工资表上也会写 就把底薪两千二 然后什么补贴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加起来就三千多 那对员工来说 他会发现也是符合你的承诺的 那么在这个招聘上会有一些技巧 那么这些就属于招工的相对来说 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其实用人 我就说人工成本高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可能不太去关注 就像我特别关注他那个排班的问题 就每个店特别小店还好一点 稍微大一点的店排班就特别重要了 就是我前段时间带了两个 就是像学徒一样 跟着我三个月 他就回门店去 那我其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 教会他怎么去排班 他那个门店 他有53张桌子 然后他的这个 他用的人是70 大概70个人左右吧 我就我就问他 我说你就把你店里的排班 现在的排班告诉我 早上8点到8点来几个人 9点来几个人 10点来几个人 11点来几个人 他说没有分得这么细 早上8点这个部门来几个 那个部门来几个 到了10点半 这个部门来几个 那个部门来几个 我说这样就不对 我说说一定是排班是非常非常细的 而且分到每个岗位 每个岗位要去精细化排班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早上8点来干什么 比如说打扫卫生什么的 门营主 不知道叫 有些叫支客 有些叫门营 就是那个 他也来三个人 他说8点来一个 什么9点来一个 10点半来一个 我说来干什么 他说打扫这个门口 等座区什么什么的 我说请问你中午等座吗 他说不等座 我说不等座 他把那个等座区 打扫那么干净干什么的 人都不坐在那去 人家来了就进店了 这就是无用功 实际上你来得太早了 那么通过这种 这是一个细节 那么服务员又来干什么呢 服务员你还要准备 油碗啊 像那个碗筷什么什么的 我说那你中午做多少做 你跟我说 星期一到星期四做多少做 你需要几个服务员 你做这个准备工作需要 假设是你来做这个准备工作 你需要多长时间 他说是啊 我们中午做不满 准备工作就一个人就够了 但是来了三个人 这些等等等等 当然我就一一说完 有很多的 包括厨房里 包括其他地方 其实很多这种浪费人的地方 那么通过精细化办法 我就告诉他 你就用我的方法 你重新给我排一遍 我来看 我就带着他排了两天 70个人就变成了63个人 就完全一模一样 跟以前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我说假设你节约了七个人的钱 你不要让公司里拿走了 你至少留一大部分 留到店里给员工发 发其他的绩效也好 什么也好 员工就很高兴 对吧 我们在疫情期间 至少因为疫情的生意不稳定 你这么去浪费人 你都那个说人工成本高 当然高了 你就效率低啊 所以说整个的在用人上 还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 去降低成本 而且同时还给员工 剩下的员工提高了收入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举一既得 那么说一下培训 培训其实我们在做餐饮的 包括我不知道你们 现在的这种听讲算不算培训 算不算培训 其实餐饮行业 说句实话 是最爱学习的 我在中国参加过各种论团 全是餐饮老板 我说今天不是餐饮主题的吗 反正是阿主题 都来听 各种的班 总裁班 店长班 服务员班 领班班 各种班 还有什么营销班 组织建设班 还有什么班 还有一本万利班 就是讲菜单怎么设计 一本万利 而其实餐饮的确实 确实非常非常爱学习 那么我们说一下培训 培训的目的是什么 培训不就是教会你怎么做吗 对吧 那么在我们整个行业里 我们分成了几个层级 就员工培训 其实不需要花更多的书面的时间 去做培训 那靠师傅带个行 因为家务活嘛 就像你做家务活 你哪里不会呢 你回家 你不是也很快就带会了吗 那更多的培训 可能基于后备干部的这个培训 因为后备干部 他要学会怎么开会啊 怎么拟击员工啊 怎么处理突发事件啊 怎么怎么怎么 他有很多的这种 员工接触不到的 一些理论层面的东西 你除了师傅带 还是需要一些 外部的一些理论 进入你的大脑 需要培训 那么这是培训 那培训的作用 就是教会你怎么做了 你会做了 那就OK了 培训过后一定要考试啊 不考试你培训 就害怕你会的 不过也不知道 所以说出现了认证 什么叫认证 比如说你学会切羊肉了 你学会炒牛蛙了 你学会什么做羊蝎子了 你学会就给你认个证 认个证的好处什么呢 如果你的系统上 全部由你每个 你所有门店的员工 认了哪些证 你是知道的话 你以后在选拔人的时候 相对来说不会走得太便 不像现在我们在选拔人 全是平衡一下 我觉得他可以 就前提拔起来 提拔起来发现一下 这也不会 那也不会 是吧 这很有可能 因为我们就踩过太多这种坑了 提拔那个当大堂经理 第二天那些说回去 他说我不干 我说大堂经理都不干 他说好害怕 我什么都不会 结果他没有当过服务员 就来当大堂经理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个认证上 我觉得要多一下 那个认证其实是很简单一个东西 就给他认识 他学会了什么 认证 包括他上过领班课吗 上过 老师觉得合格了 才能认证 不是说学过就认证 就是包括你草牛娃 你他的师父认可了 或者店长认可了 才给他认证 就贴个证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都有 这个人认了好几个证 那么如果你做的 想做的更有仪式感的话 你把证可以打出来 做一个讲状形式的 你现场颁发 那个就很有仪式感的 非常有仪式感 这也是一些办法 所以说培训和认证 其实是相结合的 光培训不认证 其实没有意义 一定要 那么认证之后就知道 你哪些人学习了什么 那第二条呢 那个就是检查和考核 就是你 我们培训是教会了 我们的同事们 伙伴们 学会了他做这样工作 但是他做的好不好 是需要检查的 我觉得任何事情 都需要监督 就包括那个 我们现在不是要见识吗 请教练的作用是啥 不是教我动作 他监督我 我知道他要来了 我就很着急 我就早上七点钟来 我就六点半起床 后来我发现 他的重要作用 不是在教我做什么动作 因为他教动作太难了 我也做不了 但是他只要来了 我就知道今天有事了 今天我必须要早点起床 你走这个 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 你教是一方面 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不管你是全部检查 抽查 一定是要查的 这是检查他做的好不好 就是学会了以后 做的好不好的问题 为什么要检查 因为做的好的 才走向了下一条 薪酬怎么定 升迁怎么升 对吧 如果你不检查 你怎么知道 谁做的好 谁做的不好呢 这就是我们检查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把检查和考核 分开来说 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 考核就是检查 但是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 考核不是检查 检查只是考核的一部分 就是检查是考核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一些考核 比如财务指标的考核 对吧 有可能有营业额 人效 利润 等等的一些考核 这个是有其他相结合的 那么至于 我们是把 检查和考核 加起来一起应用 还是说 我们只应用检查 或者只应用考核 这根据每个企业 不同 是有不同的应用的 方式的 你直接应用 财务指标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因为应用财务指标很简单 对吧 一目了然 不会有争议 你如果你检查的过程 今天说 它的卫生没打扫干净 他说 凭什么说 我没打扫干净 二分店就打扫干净了呢 有些是会扯皮 不过呢 我觉得整个过程和结果 都是需要看的 因为过程和结果是相关联的 一定是相关联的 如果这个结果一直很好 这个过程检查不好的话 那么就说明我们检查的方向 可能有问题 我们检查的内容 可能有问题 或者我们检查人有问题 总有问题 是吧 如果什么 我们换过来说 检查的结果 你的财务指标不好 但是也有可能是 地理位置不好 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跟我们那个 某个城市那个店 那个店长 上次咱们哭诉 他说他的翻态率才0.8 别人都是4 我说为什么你0.8 他说你看嘛 坐那个 我要坐两站公交车 才能到镇里 我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村里 他说人家都在城里 我在村里 他说我们员工睡觉很好 还有青蛙叫 还有什么什么的 但在这种 这种情况下 他就说你做的再好 他可能翻态率 也不会有很高 当然我们后面 就出现了一个硬骨头工程 就专门派了一个师傅去带 就怎么去抓他的营销 抓他附近的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 为什么在那开店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 都虽然说是在 相对农村的地方 但是收入很高 里面的收入是很高的 后来通过营销 他的翻态率就达到3了 然后过去就达到3了 达成还是有办法 说检查和考核呢 考核是 那这里面就牵扯到 比如说检查考核 就跟上面的招聘培训 这还是有一定关系 我们说用人用多少的问题 对吧 那为了检查结果好 考核结果好 人用的多 就会好 他其实不一定的 对吧 那我们做这一行做了这么久 有些时候 就三个合作没水吃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用人和这个考核 怎么怎么去 就比如说用多少人 比如说定编吗 我不知道你们单位定不定编 你们定编吗 每个店 定编制 要定人数吗 有些是要定编的 有些不定编的 对不对 那么定编就跟店长要吵架吗 对吧 店长肯定永远觉得人少了吗 不够用 对老板来说 可能永远都觉得人多了 肯定大家都在博弈 都在博弈 其实本身就是在博弈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跟底下的这些薪酬 薪酬方式是有关系的 包括你的这个升迁淘汰 以前我们也是定编的 定编就是容易扯皮 容易发生冲突 就是说有些店翻财率高 有些店翻财率低 有些店是三层楼 有些店是一层楼 对吧 到底这些编制怎么定 其实是不是很好定 那怎么去定薪酬 薪酬其实对他的 就是刚才说的 他的工作结果的一个体现 就是我们定薪酬的 一般来说 会有基本的和浮动的 这是两个部分 第二个呢 我们也采取过记件 这是某些店也在记件 因为现在疫情 其实记件不好记了 因为生意波动太大 它是记件不好记 但是以前我们是记件的 就是每个工作 我们都是记件 用记件来 来发这个员工的薪酬 比如说那个像一个炒菜的 比如他这个 这个摊 这个几个人是炒什么菜的 像中国就分得很细 什么红案白案 什么什么的 有些什么 他就把它承包了 这个地方的薪酬是多少 那个地方薪酬是多少 什么记件呢 是你今天出了多少份菜 卖了多少钱 然后来提成的 这个是那个 我们中餐的一个记件方式 那对于我们的其他 我们的这个行业 比如说像火锅啊 像其他的比较标准化的一个 一个里面 他记件就更好记 比如我 我是服务员 我看台就是多少个客人 比如说一个客人一块钱 我今天看了有十个客人 我今天就这十块钱 我看一百个客人 今天我就是一百块钱 这就是一个记件的 那通过记件 其实可以拉开这个员工的 这个收入 拉开员工的收入 那个最优秀的员工 会最辛苦 非常辛苦 以前我们记件的时候 最开始跟你说 出现什么情况 大家都不想去看 那个翻台率最高的区 很累啊 非常累 后来记了件以后 大家争先恐后的 要去看那个翻台率最高的区 第二个问题是 周末永远都想休假 以前的我们的员工 平时就是说都想休周末 周末累啊 做了记件工资以后 大家都不想休周末 就是说周末不要排我 排别人 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在整个的管理上就好做调整 我们让最优秀的员工 去上周末翻台率最高的区域 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员工 那个客人也特别满意 员工也挣钱挣得多 包括比如说带徒弟 以前我们的新的员工 就没人带 不想带 带着麻烦嘛 那我们就出 你只要带了徒弟 你带他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本来是看四张桌子的 我带他 我比如说第一周看四张 第二周我就看五张 第三周我可以看六张 但我徒弟拿的是公司给的工资 他多的那两桌 他可以帮我一起看 就成了我的工资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带徒弟 那个时候师傅又开始真的带徒弟了 他以前是师傅不带徒弟的 那所以说在新筹的这个设计和调整上 我相信是重中之中啊 在我们的行业 我包括可能是所有行业 我不知道老师的这个需不需要薪酬设计 我们这边是要重点思考薪酬设计 不管是工厂 还是仓库 还是门店 还是一些就是写代码的 那个那个信息况 其实都需要薪酬设计 现在我正在琢磨这个写代码的 怎么去设计薪酬 我还没想好 等我想好了下次再来分享这个部分 所以薪酬设计是非常非常 是最关键的 不是非常 是最关键 那么说一下这个升迁啊 升迁其实对应的一个反义词叫淘汰 或者叫降级 那么我刚才说到我们考核检查 包括财务指标 好的肯定就升上去了 那么差的 降还是不降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企业中从0到1 1到10 0到1不管了 1到10 10到100 特别是10到100 这个过程啊 假设没有淘汰 你的升迁就 不是很顺畅 一定要有淘汰 做的不好的就得降下去 因为你不降的话 会给企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拼资格 不是说拼能力 资格老的继续往前走 这个 这个是升迁与淘汰这里面 淘汰是特别关键的 那么升迁也有问题啊 升迁假设不跟薪酬设计配套的话 也不想升迁 我以前我有的员工 根本就不想去当店长 也不想去 他说工资也高不了多少 什么那么累 那么辛苦 你说员工到店长还好 员工到领班 这个成绩只差那么一点点工资 谁想去当领班 都不想去当领班 是吧 其实就是薪酬设计 和升迁没有挂钩 和淘汰也没有挂钩 假设他的差距很大 员工和领班差距很大 领班和店长差距又很大 他都想升迁 一旦他想升迁的时候 你就把淘汰放进去 他就会很害怕 就会很紧张 我们人都是这样的 就跟我刚才说 那个教练一样 我就很害怕 教练说我懒 说我总是不遵守 他的我们的约定 一样的 其实我们在 我们比如说 我锻炼你后身体就好 后来身体也很差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是你的收入差距 比较大的话 你的升迁淘汰设计 就很好设计了 但是你的 你这个很小的话 你升迁淘汰 不是很好设计 但这里有很多的细节 需要去做 今天因为是个沙龙 我希望能够 就抛装鱼 引出这个南大的 后面那么多的课程 以后你们系统的心理学习 我相信有很多落地的方法 会在那里去体现 听说还有40个小时的一对一 这个可能是关键点 其他的我不知道 会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后面还有一点点内容 说一下财务指标 虽然我们作为 这个财务指标 以前我是不太去看报表 最近我也看 因为疫情期间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现金流 我所关注现金流 特别是我管的这个 包括我的咨询这个公司和我的 我们在 我在我管的三个公司 一个是调味品的 一个叫 叫连锁餐饮的 那个食材供应链公司 一个是 那个叫做 连锁服务行业的 咨询落地公司 就是人力资源公司 那我三个公司 那其中 我发现人力资源公司 和这个食材 这个已经 已经生意很差 在疫情期间 没得没得做 生意没得做 那么在这个时候 去关注现金流 我想各位老板 是一定会关注 你的利润和现金流 一般来说 生意比较好 比较顺的时候 大家不太关注这个 现金流 但是一旦遇到逆境了 关注的时候 其实有点晚了 我发现 我去年一种预感 我去年就开始 关注现金流 幸好我去年 我就强行的 把我的公司的 有一部分现金流 给财务卡住 这个没有我 钱只动都不准动 永远不准动 我最危难的时候 才能动这笔钱 所以说我这两个家公司 幸运管现在很困难 但是我又很大一笔 现金流放在那 我是应急用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在分析管理的时候 会发现 这个费用占比 这很重要 这个费用占比 有很多的费用 人工 你的水电器 对吧 你的损耗 第一号品 你的其他什么什么的 就非常的细 那么在这些科目里 隐藏了很多管理问题 我们真的是去看报表吗 其实不是 我们作为领头人 或者我们已有责任 要交汇店长去分析报表 分析什么呢 分析财务指标 背后隐藏的管理问题 一定要把这个找出来 我们每个店的 必须会做报表分析 不做的就不合格 就刚才那个认证 他就不会有店长 他就认不了店长的证 他连店的认证都认不了 其中有一个证 就是要会报表分析 所有数据背后 都隐藏了管理问题 就看你怎么去分析 那么在细节的过程中 就是报表分析 都是要注意 有环比 同比 同行比 环比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叫我们这个行业 有待忘记 对吧 你比上个月 比什么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后面两个比较重要 同比 我比去年同期比 对吧 你同样的一家店 你肯定是跟去年同期比 很重要 第三个同行比非常重要 很多同行比 那么同行比 我们就是什么叫同行 先把这个定义出来 假设我们这个店 银额都在下降 但我周边发现 别人都在上升 那我就是败了嘛 相当于是 肯定出问题了 那假设我找不到 一个相对来说 能够标的的话 最后我以前当店长的时候 我就我是二店 我就跟一店比 他离我最近 就我们是一家公司 但我跟他比 也叫同行 也叫同行 所以这个店长之间的竞争 那个时候我们竞争是很激烈的 就包括以前我的财务 我的会计 直接跟我说 你看我们这个煤气不对 你看一分店的营业额是这么多 它的煤气占比是这么多 你看我们这里 你看是不对 我发现我们的营业 我敢去查 那以前不是那个煤气罐吗 最早是那个煤气罐 那最早查到一个原因 是煤气罐里面 它用不完 叫做它会剩一点 就换走了 后来不是我们有一种方法 就是底下有盆热水 把这煤气罐放进去 很老的 很二十多年前 用的这个办法 后来我发现还是不对 还是很异常 我终于有一次抓住了一个 送煤气罐跟我们收获的之间 那个其实它有问题 它送了二十二十罐来 可能签字签的二十二罐 为什么 那其实有问题 所以这里就抓住了 那通过什么做到的呢 就通过报表分析 就发现这个煤气异常 去顺着去去查 所以说这个叫做同笔同行笔 报表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和手段 这个反正我经常用这个方法 就大概我就可能就说这些 我就最后说一下 还是有个小总结 什么叫管理 管理的本质是什么 现在我们管理 其实形成了好几种 好几种管理方式 一种就是老师听汇报 听底下说 为什么听汇报呢 总觉得我不能应该 插手店里面的管理 我不应该插手店长的管理 就听汇报 听他们说 你会发现听到的不是真实的 很有可能不是真实的 那还有一种管理方法呢 就管得很细 什么都管 那个那个一个老板 什么都去管 那个打扫卫生不干净了 他会教他怎么打扫 那个地方怎么不干净 那就他又会教他们 就是说他又理到了细节 去管细节 那第一种是不管 不管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无为而至 什么叫无为 那无为不是这么理解的 说什么叫管理 其实管的是人性 理是理的细节 细节是需要理 比如说我发现这里 为什么没有打扫干净 这是一个细节 作为老板说 你发现这个细节之后 一定要找到 到底是谁的责任 为什么没有打扫干净 是不是平时没有人检查 导致他的收入不受损失 比如说我们任何的细节 都跟他的 假设不是收入不受损失 他的绩效是平为C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被降级 后来我们发现 跟员工我们检查门店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地方 没打扫干净 这个地方成绩是算店长 而不算员工 这样的话店长就 每天他自己就会去检查 哪个地方 他就会把任务分到每个小组 你这个领班要注意 我查的不干净 就是你的责任 我领班就说 你看我这三个人 你打扫这一块 你打扫这一块 我来检查的时候 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你关心就很顺了 所以在理到细节的时候 但我们不能去直接管他 我们要找到这个责任人 那管人性就刚才我说的 我找到责任之后 做得好的 他有升迁 收入更高 他肯定就想把他管好 这是一个人性 非常正等的那里面 那他也害怕他失去这个岗位 只要你不管住着这个人性 你的细节又理到了 并不是说平时光听汇报 这样的话 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本质 当然这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见解和一些看法 希望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和借鉴 好吧 我今天的这个沙龙的话题呢 就这些 剩下的时间 大家可以说一些问题 包括线上的啊 线上的这边 那边线上的各位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 都可以过来 我们到时候可以抽几个来 互动一下 好吧 他整个供应链是这样的 供应链其实我们观望美国 日本和中国 我们会做一些一些对比 包括美国 Sysco 对吧 日本有他的那个公司 那么中国的供应链公司 他其实没有形成一个规模 因为第一 中国的中餐本来就很杂 它的SKU特别的多 特别多 那中国的供应链公司 现在很多都是那种 相当于一个品类化的 比如说他供面点类的 他就只做全国的这个餐厅的面点 做调味品酱油处 他做餐厅的那个酱油处 做海鲜的 他就只做全国的这个餐厅的海鲜 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多 那么作为我们的公司 属于国内的一个 综合性的供应链公司 有产品 有仓油 有运输 有甚至包括他的计划 计划 包括那杂货 比如说他的 做一板凳烧吧 这些什么都可以去供应 那么在整个的组织建设的层面上来说 其实所有组织背后的逻辑 任何行业 至少我不说其他的 至少我管的这几个公司都是可以用到的 他都是通过的培训 培训要建培训体系 对吧 你的那个考核体系要建起来 你的薪酬体系要建起来 你的这个这个 生铅和淘汰要建起来 这几个体系是整个的我们企业都要建的 只不过和餐厅建的不太一样而已 因为他有这个叫做工厂化的一些流水线的一些东西的设计 那么那个的怎么去设计 有他的那一套 但是必须要做 所以整个的组织建设 我们的这几家公司都都去做 大的逻辑是相同的 做的好的就有机会往上升 收入就更高 做的差的就往下往下掉 我们每个月 每个季度都会出这个结果排名 整个的厂长的排名 整个你的销售的这个这个排名 整个的你的比如说仓储 我们叫交付嘛 交付的一个排名 全部出排名 那么前面三名的得到什么表彰 短期的就是表彰嘛 长期的可能就有你带徒弟去接其他的地方 或者发展新的一个一个一个市场 你说至于整个我们国内的供应链的未来呢 其实整个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有希望 前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市场 但疫情现在不是还没结束吗 但没结束的话 其实谈不上供应链是断崖式的下跌 为什么断崖式的下跌 因为餐厅断崖式的下跌 供应链就是断崖式的下跌 但是疫情过后应该应该能够 应该很快复苏 只要餐厅复苏了 供应链也就复苏了 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而且通过疫情 供应这个餐厅也开始意识到 有些时候供应链的第三方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供应链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专业的一个东西 它跟门店管理是不太一样的 它整个货的计划 整个的仓储管理 库存周转率的管理 对不对 包括你的整个的保质器管理 什么各种管理都很多 那这里面牵涉什么问题呢 一家餐厅的货跟十家餐厅 比如说你买虾 我买虾 他买虾 大家都买虾 如果一家餐厅买肯定是不合适 包括那个供应商也是 你的量那么小 他都不想理你 如果我们集中起来 在一家供应链公司去做 肯定是有优势的 这是有优势的 所以说整个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疫情 现在就等待吧 等待机会 等待后面的机会 有不同的问题对吗 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是怎么克服的呢 你是指的哪个方面 就是全部的 那你是哪一个是最 怎么讲 最大的问题 你面临最大的问题 从我们从小做到大的过程 我们先说我们最开始遇到的问题 最开始因为我们生意慢慢好起来之后要开店就开始培养人 最开始遇到的就是组织和那个人不够 店长不够 店长不够 我不知道你们的店长够不够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店长不够 店长不够我们最开始采取的办法就是抽嘛 这个店你觉得他优秀好了你去当店长 对吧 那个店抽一个大团体你去配合他 那个店抽个厨师长去配合他 然后几个店配员工给他 结果发现这个组合完全就是一种 无法打仗的乌合之中 因为他平时就没有配合过 大家相互也是不是那么的理解 或者是磨合期还不够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店长不够的 这个不够的问题 那么发现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分析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背人第一就是说他不熟 第二我是一个老店 你是把我这人抽走去当店长 跟我有啥关系吗 对我来说 我就是损失啊 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 我就不培养人 我一培养出来你就抽走了 培养出来你就抽走了 那我还培养啥人 那后来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把利益连起来 比如说我们店长现在有分红嘛 我不知道你们店是不是都有分红啊 店长有分红 那么我培养的人 你把总部把这个人拿走了 开新店了 那个店就要分两份红 一个是他自己的 他店长的 另一份是我的 就从那个店的利润 比如说假设啊 一个店的5%的利润给店长 那那个店就会出10% 其中5是那个店长的 5是我的 我是师傅 我把它培养出来 这个模式一旦变化之后 你会发现 哇所有带徒弟的店长的动力非常的足 我们就开始筛选了 评比了哪个店好哪个店优秀才让你去开新店 这个就是我们在遇到的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职能部门 最开始我们在从小做到大就会搭建人事部 财务部 信息部 对吧 拓展部 工程部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也是大概这个 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市场部 什么营销部 搭完了之后 你等你走跑过一段街 那个路的时候 比如说到了10到100的中间某个过程 你会发现这些部门 不仅没有起到震的作用 反而有点会影响整个的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多的功能就转化到职能部门去了 比如说我们门店要买个东西报销 那个财务半天都不给我报销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现象 我要提拔一个大堂经理 或者当一个后备的时候 我人力资源部还有审批 对吧 半天都给我审批不了 最后我发现人力资源部也不认识他 那审批啥呢 是吧 财务部 包括那个拓展部 拓展部就找门 我们找门店的叫拓展部 不知道你们这边叫开发部叫什么部 那么他找了门店之后 他就走了 他也不管经营 那他找的好不好又跟他无关 跟我相关 对吧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新的问题的一个出现 那新的问题出现每个问题的时候 怎么去解决 这个就是我刚才要用到管人性的那个角度了 我怎么 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问题 我先分析一下 他心里面怎么想 假设我是拓展部的人 我是怎么想 假设我是店长 我是怎么想 那我是总部的那个运营总监 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三个的人性的先理解透了之后 去调整他的整个主构构和他的经历模式 比如说我们就调整店长 由师傅去找门店 徒弟去开 因为经营者是徒弟 那师傅为什么找呢 师傅说尽管我不经营 但是如果位置找好了以后 我又提成了 同时又避免了中间有些腐败行为 你知道找店是有腐败行为的 那徒弟经营者不去找店的时候 他其实他跟那边是不接住的 腐败行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 第二为什么师傅找呢 师傅的收入比徒弟高 一旦查到腐败行为 师傅就不见了 他的岗位就没了 他是那么高的收入 一下就没了 所以相对来说 收入越高的人越不容易腐败 是不是 这就是人性的问题 所以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发现问题怎么做组织调整 和我的激励模式的调整 这是我面临的最大问题 整个过程 其实包括到现在 我还在调整 还在解决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不会完善的 永远不会完善 你放心 在这条路上 你会永远工作下去 那个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新加坡请人这方面 因为新加坡请人 其实餐饮行业真的特别难请 想请教一下 关于中国这边的员工 以及新加坡这边的员工 有什么可以分享他们的 就是优势和劣势 然后新加坡这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多 就是稳住员工这样 因为管理的员工比较多 马来西亚 还有这个越南 这些中国很多 所以我想听听这方面 还有关于那个薪资的标准 就是店长跟普通员工的薪资 它的这个差距大概是 比例是多少 多少比较合理 因为这个包括你刚才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每个企业不同 它可能有不同的标准 但据说凭我对这个的看法吧 就说第一个问题 我其实面临很现实 那我们的企业是同工同酬吗 这个不一定 这很多企业是不一定的 这其实也会为留住员工留下了一个伏笔 是个障碍 它同工不同酬 那为什么同工又不同酬呢 又有很多的影响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外劳进来 是不是 它是不是有人头费 人头费谁给啊 这就是面临新的问题了 公司给假设我们同工同酬的情况下 我用外劳还更贵 我除非就不同 同工不同酬 我把人头费可能让他承担 对他来说 可能就说 我即使承担了 我也比我原来的国家速度高 他就会这么去对比 但是在一个店里工作久了 他就有抱怨 确实有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由于同工不同酬 造成的一些障碍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企业 就特别是小的时候呢 或者是 这个时候除了薪酬 还要需要有情怀 什么情怀呢 其实我觉得对人的关心啊 不仅是工作上呢 可能还有些生活上 假设在生活上多用一点心 哪怕他家庭 可能他什么的 出点什么小的问题 我马上及时帮助他 我在回忆我们那个时候的 那个那个 我们的团建特别多 就是一个店两个店的时候 什么团建吧 就是出去照个相 带着员工留几个值班的 下午我们就出去照相 那个时候柯达胶卷 是吧 富士胶卷 柯达21块钱 一卷人民币 富士20块钱一卷 能够造36张 他们说技术好的 能造37张 每次我跟他们造的时候 是35张 我就搞不清楚 技术差在哪了 很贵 当时我就觉得很贵 这个胶卷 那我也得带他们去照 实在有时候不花钱 我就带他河边去抓螃蟹 反正那个县城嘛 那这种团建就特别的 我们当时举办 特别多这种团建 就是跟员工拉近距离 对吧 你假设你 规模并不是很大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薪酬是一个方面 但是你的情怀 你的用心 可能包括我们某个员工 他家里面突然出了什么状况 哪怕我们给他300块钱 500块钱 这个他突然觉得 其他员工你在看 就觉得这家公司 是一个非常有 怎么说有温度的 有温度的 这个也是 能够挽留助员工的一个方法 当然你说的这个薪酬 比同行高 或什么 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 但是你实际实在达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辅助方法 那你说招人来 那都很难 我们也很难 但是你说过是招管理人员 还是招普通员工 对吧 招管理人可能更难一点 因为你管理人对他 也不是那么了解 你招进来还要试 在这个过程中成本是很高的 成本很高 就是说我们是从内部培养的 我们管理人员不外招 我们去招普通员工 招普通员工 那么我们在同工同酬上说句说 我们基本上是同工同酬的 就是说那个人头会是公司承担 就让他在公司整个的 他在门店的氛围中 他是觉得他跟别人是平等 他是平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人员相对来说 会好一些 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这个 是 电站和他薪水 我们的普通员工和店长的薪水 在疫情前可能是五到六倍的差距 比如说两千块 电站还是一万块 大概是一千千 不是我说差距 假设你说那是什么呢 其实其他的我看其他的行业有 包括中国的五六倍的也很多 一般是两三倍是正常 嗯 两倍也正常三倍也正常 他们的线上听不见 线上的问题待会儿啊 等一下 不知道他们传问题过来 没传啊 施老师想请教一下 就是在我们做传统餐饮门店 及希望能够转型做一些产品零售化的这条路上 您觉得应该做哪些战略上的取舍选择和考虑呢 第一个 你产品零售化肯定都是爆款嘛 嗯 对吧 首先你把爆款选出来 第二个产品零售化 其实关键是一个渠道的这么一个一个建设 我不知道因为新加坡这边我还没开始摸底啊 嗯 至少我在中国的在渠道建设上 其实有很多的难点 嗯 又很难 我到底找经销商吗 对 我还是去找代理吗 对 我还是直接找超市吗 对 我相信前期找超市人家甩都不甩你 我们他都不甩 他都不甩你 所以说我们找经销商会找代理 那么前期最开始啊 最粗犷的是找代理 再往后就细分渠道 比如说流通的 呃BC的 然后KA的 我们叫NKA EKA 各种渠道你要细分了 再往后 有可能就直接对超市了 就随着你品牌的 其实说白了就在博弈说吧 你的品牌力越强 你的话语权就越强 就关键在这里 所以说还是抓品牌力最开始 最开始没办法 就看我们最开始也是代理啊 而且先铺货后给钱了 那走到今天呢 我们走了多少年了 又十年了 从七年前才开始 先铺货后获的 前面还是在博弈 大家谈嘛 能逐步逐步过渡到这儿 而且那个渠道的那个变更 也是跟组织变更是一模一样的 你把经销商会 当做自己的员工对待的时候 你会发现调整这个组织也很麻烦 非常麻烦 所以你在这里面有很多路要走 你前面可能是代理 走到经销 走到渠道细分的经销 再走到这个直接对超市 这个还跟国家有相关啊 像新加坡可能 可没有这么多步骤 但你走到更大的国家 就会有这些步骤 你新加坡本来可能走到代理商 有可能直接就进入超市了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小嘛 毕竟新加坡很小 那么在这个餐饮零售画上面 可能路就比别人走得更短一点 但是你也得走 你品牌不强也得走 是 师总您好 谢谢您刚才的精彩分享 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 特别您最后那句管理就是管人性里细节 我会牢牢记住的 在这里呢 我也特别想请教师总 我知道您是这个海底捞鞠躬之伪的人 除了IT的问题不能问您外 不会问您外 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问您 我这边问的可能一个 就另外一个角度的 就您您觉得 对于您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 您会特别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然后甚至进一步的来说 您会觉得就海底捞 作为一个大型的这个食品企业 那您会觉得是能够怎样更好的吸引到更多的 这个供应商来和你们合作 这里面包括一些比方说 是这个付款方面啊 或者说是这个合作体系方面的一些 能跟我们也讲一讲吗 谢谢 非常好 这个话题说句实话 我们做得很不好 在这里回答都不好意思 但是会有一些思路和方法 就在从小的和大的 其实选择供应商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小的小规模的时候 我们可能选择它的我们最熟的 对吧 可能选择最熟的 那规模最越往后走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那个最搭的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规模也相搭 比如说我规模太小的时候 大的供应商不会理我的 就跟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它不会理我 那我会往下降一个级别 不管是比如说厂家到 比如说它的一批二批 有可能或者说它的经销商吧 我们选供应商的时候 看我们这个品类在这里面 能够占它多少份额 这是一个要思考的 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选一个 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 因为强行去找厂家 就跟以前最早 我记得我去佛山买那个地砖 哇我直接想从厂家 他说你是什么地 你是什么单位 我说我是开餐厅的 开餐厅的到我们都来买地砖 就很离谱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很离谱 因为他说我有 他说我有重庆有代理商 对吧 我成都有代理商 我哪里都有代理商 他说其实我们把任务都给他的 你不能到我们这里拿 那么走到了今天 我们的地砖就从那拿的 那是因为有话语权了 其实道理就是在整个过程中选择供应商 首先肯定是诚信啊品质就不说了 但是我主要是相规模相搭 相符合的 那么走到了现在 我们我们刚才说了 供应商的这个跟经销 刚才经销商的一样的一样一样的 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你把它当做自己部门的时候 怎么去管理 评比 检查 刚才又开始了 培训 可能培训什么 培训比如说系统啊计划啊 我们计划来了该多少天 多少小时回应啊 需要培训的 培训来自执行 执行检查 检查过后还有评比 评比优秀供应商 金牌供应商 什么什么战略供应商 等等等等 你要看他怎么升级 跟认证是不是差不多 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整个后面筛选供应商的时候 你就把战略的金牌的 比如说我今年要1000万的份额出去的时候 我先把500万留给战略的 剩下的500万 我让战略的其他的一起来 再印标下面的500万 这个是我们要保证这个 因为你评级了之后 你把别人保障的是战略的 你一定要给他这个货 就这个意思 当你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么的去 就像管理内部组织一样 去建我们的供应商管理体系 这样的话我们供应商就会越来越顺 至于这样其实一定是信守承诺 说好30天就一定是30天 不能以任何理由拖供应商的货款 没有 所有的拖货款的行为都是不行的 而要建立这个诚心体系 大概我们选择供应商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在这个 chatbot上面也看留言板上看到了一些问题 就给施总这个问一下 线下朋友你们有兴趣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首先问题一 作为新型的餐饮初创公司 除了招聘服务员 厨师等团队小伙伴 我们也想吸引更多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加入团队作为管陪生 想问一下施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第一个问题 对这个小朋友没有说 应该是我觉得是比较早期 是这样的早期我说一下我的观念 早期的时候老板 那么大的店长是老板 你前面就想招 为什么招那么多人 老板应该心里听不懂 虽然说是管人性理性 结能性细节的理 第二个 你心模太小的话 招那么多的管陪生 你是为什么 是想发展 那你这个商业模式 你的生意得到印证过没有 对吧 你一定得到印证了 赚到钱了 你觉得这个模式是对的 然后去发展 在这个时候再去思考 我怎么去培养后背 招管陪生的问题 前期说句实话 我们在前面五年都没思考过 根本你没讲过 高招什么大学生 先活下来再说 很务实 的确也是 从创业来说 也是紧密围绕自己的生命 周期 脚多大 穿多大的鞋 当他把商业模式找准了 也能赚钱了 开了第二个店 也印证了可以 那个时候倒是可以开始 准备 找这些后备的管理 可以准备了 但前期我觉得 我建议不要想的太多 好的 那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 想问一下植物肉的问题 您对植物肉 这个事情 有什么看法 植物肉啊 我觉得植物肉不是很了解 但是植物肉最近也没什么消息 那个植物肉以前我们以为它是从打着健康牌 后来经过专家认证好像又不是健康牌 是环保牌 那么环保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从整个亚洲和欧洲或者欧美的饮食习惯来说 植物肉我不知道在亚洲市场有多大 至少在中国经过前段时间实践是已经失败了 目前是目前是完全基本上快消失完了 那东南亚的地方我还我刚刚回来 我还没去了解这个这个事 不能忘加评论 但未来你说是不是一个趋势呢 可能要再观望一下 好的 这个植物肉我们还可能在一个 也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 我们需要观望一下才能决定啊 好 下面一个问题 请教师总 在初入新加坡选择店面时都考虑过哪些因素 包括店面的大小位置 人员安排的方面遇到过哪些问题 初入新加坡当然是选择人气最旺的地方 这个是初入啊 你后面的品牌做起来再说吧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那个规模 其实你比如说你做面馆的 肯定选面馆的规模 你做火锅就选火锅的规模嘛 对吧 你选羊汤 你选羊汤的规模 这个规模大小由自己的企业的性质所决定 那么至于人说句实话 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2012年人都找不到 开业了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新加坡是一千亿一个人 一千一百块钱 那个时候找一个人都找不到 因为你突然开了个火锅店 人真的不知道你是带什么的 没有人报名 后来那个店长就没辙了 直接就说一千七的底薪招人 我有人就乌洋乌洋的来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方法 到你后面了 你开始规划 你的薪酬体系的时候 可以慢慢规划 但你前面 你必须要高过同行来招人 然后你招不到 因为你的知名度在那边可能有 在这边不一定 但今年的或者这几年情况会不一样 因为互联网发达 信息更加的传播速度更快了 所以说你招人相对来说 在行业水平稍微偏高一点 应该是还是可以找到 出入进来的 好谢谢 那个请问现场的朋友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优先你们 稍等 我们还有些问题 刚才早期收集的问题 我们一点点问 我想坐一下 站着站着 那个感觉好像 不好意思 坐着觉得好海 我这有水 谢谢我这有水 谢谢 石总你好 我是想 我是食品制造商 就是我们开工厂 不是开门店 我们也是海底到新加坡的 其中一个供应商 我之前也去上海 跟一些店长一些考察 明白你们的那个 师徒制 还有徒孙制 我是觉得这个模式很好 可是在我们工厂里面 我们设法要实行 可是我们面对 因为你们有时 你们是门店 你们可以 这个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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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尝试分部门 可是我觉得 在仓库管理方面 这个地方 我们很难找到办法来 绩效 还是把那种 师徒制的这种 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 有考虑过 可以分享一点 你的心得 因为我也有成功 我考虑过 他是这样的 师徒制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试用 是在你企业 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你的不发展 你就这一个工厂 你怎么带 你带了徒弟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硬伤 假设你是在海外 要不断地发展 师徒制就很有效 包括仓库是一样的 因为一旦要发展 你在外面也得有仓库 对吧 也得有什么 也有销售员 什么什么的 销售员是天然 可以形成师徒制的 然后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仓储 仓储管理 形成师徒 它就走上管理嘛 管理的那个人 是可以形成师徒制的 但是有个前提 是要不断地发展 这是个前提 如果不发展 你只能说 交汇一个多少钱呢 或者你把考核 给它订上去 你必须带一个出来 你才能当着这个主管 一直当下去 如果你带不出来 我就把你拉下来 这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说 这个看你发不发展 或者发展速度有多快 这个来决定了 你的师徒制的应用 是的 所以说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 徒弟准备在那 但是它不发展的时候 它其实徒弟就定在那了 对吧 你说是说 美好的未来有什么提成 但是你的不发展 就没有了 所以说 但是只有一旦有发展了 徒弟就可以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What's your business? 这个我可以讲话语 我真的不是很好 我叫Angeline 我的公司我们是做 有机食品的生产 所以我们的公司 其实除了有做生产 我们就是有直接 收买给教师 这些这些 有很多不一样的 那个distribution channel 小数的那个 对 对 可以跟你学华语 所以我 那个问题 OK 刚才Angeline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说 她也是想到 就是您在海底捞阶段的时候 那么就是怎样看 她的这个 一个餐饮界企业的 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哪些 是到底是说 是我的一个recipe 就是我本身的 这个食谱的配方 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 你怎么 你的味道 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味道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还是说 主要是靠你的服务 以及针对客户的一些服务 所以这是她的问题 这是她的食材 但是她还比较食材 so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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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what I've combed already ok 就是一个餐厅 我不知道 线上听得见吧 我怎么觉得你声音那么大 我声音这么小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整个的做餐饮的关键 不是说某个 那某一个某块做什么 这叫做客户体验 我们叫客户体验 一定要达到最好 那么客户体验因素 就好几个 比如说产品 比如说味道 比如说服务 比如说卫生 对吧 都是一些基本的 要必须要做好的 所以说你把这些 全部做好之后 就会形成客户体验 所以一环都不能缺 那你说口味产品 这个是做餐饮的 一个入门的基础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这别人不会来吃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什么所谓的餐饮馆子 还是有人吃 你没有什么服务院吃 那他就把这两个做好了 你卫生也不是很好 但是你想规模化的 去发展的话 你卫生服务就必须更上 这个就形成一个 连锁化的客户体验 别人走到哪 就跟今天说 你走到哪 你的服务啊 味道都差不多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 整个连锁化的一个基础 要不然你就 好像那个 做不到米其林也达不成 米其林就算了 只做口味和产品的话 只能做一个 当地的社区店是可以 所以说客户体验是关键 是客户体验有几个因素组成的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组成 就是跟那个超市做一个concept 那已经从2019就开始做 那现在今年就是在 the next two months 就两个月之内 我们会再开拓三间 跟他们开拓三间店 so it's on the route to 连锁 所以我要跟他们做 就是连锁性 是专柜吗 在在超市做专柜 超市专柜 对所以 我觉得你所说的非常 it really helps because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这很很重要 对 他说的那个 说的很重要 就是特别是客户体验是最重要的 这个 那么包括可能零线 包括你的在这个超市里边 柜台的呈现 大家是不是很容易拿到 包括你的眼睛 是不是能够非常舒服的看到 这些产品 这个都是我们零售业 包括我们餐业的自身的关键 OK 好的 细节就多的去了 对 细节很多 包括你的这个包装是不是很美 包装是不是很容易拿 对吗 放到我的这个冰箱里 是占位子还是不占位子 这些都是一些考虑的细节 我最近用了买了自嗨锅 觉得还挺不错 因为放在冰箱里边 不会占额外的地方 自嗨锅不错放冰箱 我放了 我真的是我不懂 OK 好 下一个 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 对 请问老师在经营 以海食材的供应链 如何打造别人难以取代的核心优势 一流的供应链 长期竞争力会体现在哪些细节 第一啊 我们不会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势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就所有供应链 所有什么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 只不过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这个是2B或者什么的一个业务的时候 2B也有客户体验 对吧 他的客户 比如我们的客户有可能是对方的一个收货员 有可能是对方的一个使用者 比如厨房的一个使用者 那这几面也回到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了 还是做客户体验 客户体验这几面可能有包括你的运输 你的那个搬货上下货 这些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服务了 那么这些把这些工作做好的时候 你就能够跑过这个同行吧 为什么刚才有一个同行比 其实现在我们每次开会 有一个议题必须要列出同行比 就必须列出来 就不管你是哪个班主 比如说你是一个做工厂的厂长 也要列出同行比 你是做那个运输的列出同行比 比什么 比别人送货的时间 比别人送货的成班 比别人送货的这个服务态 必须要列出来 所以说做好这些 就是我们能够在竞争中 胜出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个是一个持久战 很长期的 这个没有什么诀窍可言 就是叫做好扎实的技术工作 就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也很仔细的经营 好 下一边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师总 如果出发点是做连锁餐饮品牌 单个店面中小型这种 前期重点放在产品设计 还是经营模式 想做连锁但是还没做 出发点是做联系餐饮品牌 单个店面的中小型 这个问题我也是问得有点拗口 还是这样的 就是你想做连锁 首先有几个模式 比如连锁最大的问题是要标准化 对吧 你标准化 首先产品的标准化 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产品都不标准化 后面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你说的其他的 你说运营模式也好 什么那个是我觉得都因其而异吧 对吧 所以产品标准化 你操作流程标准化 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这个是基础 先把这个了就有连锁的基础了 那么连锁的基础最后就是看人了 人才成长了 你产品的怎么都标准了 那你连锁就自然就形成 好的很重要 好下一个 请教师总 海底捞在国内和松下合作 在北京开设了两家自动化餐厅 用机器人取代厨师和服务员 现在发展如何 是否会在新加坡尝试自动化餐厅 这个回答一下 我们已经在这个Marina Square里面有一间了 底层BB1 以及如何看待自动化餐厅的前景 和现阶段开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关于自动化餐厅 餐饮这个自动化 餐饮自动化 我先说一下 澄清一下你刚才的问题 我错过 第一我们没有取代服务员 第二我们本身就没有厨师 我们取代的是上菜员 取代的是上菜员 它其实我们的菜是生的嘛 一盘一盘的 它只需要机器是识别 那个这盘菜是白菜 那盘菜是海带 它识别出来抓取出去就可以了 因为通过iPad这么一个点赞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要做这个并不是说 未来有多大的人工成本的级别 至少目前还没看到 因为为什么呢 它里面你把这个厨房倒是解决了 但厨房之前端的供应链 你没有用自动化来解决 你薛土豆解决了吗 没解决 你切成片切成块切成丝 也没解决 还有装盘 对吧 这些都是需要前端的一些人工来做的 只不过变成了工厂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其实自动化的这个道路还很漫长 那么餐饮自动化能解决的什么问题呢 简单的重复性的一些工作 就比如说炒菜鸡的出现 你假设你这个餐厅 某个爆款菜销量非常大 你可以用一个炒菜鸡 把这款菜放进去 就是专门去炒 其实炒菜鸡 我现在试了好几款 它出来的口味跟人炒的差不多 如果让你盲品不太品 吃得出来 它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了 所以说餐饮自动化有个过程 餐饮自动化过后才是智能化 它有个智能化 那么未来怎么投料 怎么那可能更加的智能 还有一个餐厅自动化的解决 最大能解决的问题 是食品安全问题 因为餐厅的食品安全 并不是主要来自于原材料 因为原材料现在各个方面控制 都是很严格 来自于员工操作 是最大的问题 你说它的筷子掉地上 那勺子掉地上 它就捡起来顺手就给你用了 假设是机器它就不会 它机器就不会 其实餐饮自动化的最大的 我觉得方向是这个 那你说未来 为什么有个过程呢 第一个是还没有发展到 技术没那么成熟 第二很贵 非常的贵 所以说未来是个趋势 但是呢 要等到前面把路铺好 等他们把机器研究出来 各位就用就好 有钱的先去研究 真的有个过程 向上 最后有个问题 师总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有位朋友 他问到关于供应链上面 那我想请问的是关于就是 之后您想找经销商或是您找那个代理商 那在什么样不同的阶段 你应该找一个比较大的经销商 大的代理商 还是说找 因为大的它可能项目很多 它可能没办法专心做好的产品 如果找小了 它可能可以专心做好的产品 但是它可能又没有那么的大的销售网 所以您会怎么选择 我们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就把我的过程说一下 我们突然说 原来到新加坡来做这个零售的时候 就是那个不管是火锅调料啦 我蘸料啦 还有一些什么方便火锅啦 还有一些现在马上要出马不豆腐 比如说说那个出很多的那种料 那前期我们过来就找的代理商 为什么找代理商呢 因为我们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就什么都不会 那么找到代理商之后 我们就派一个人先过来 驻扎在这 跟代理商就慢慢去合作 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 发现产品的一些调整 各方面需要调产品 因为口味包装不能跟那边一样 必须要重新去调整这边 这边的一个需求的产品 调完了比较顺了之后就发现 代理商其实他也找到下面的分销商 那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找一些大的经销商 就可以就取得代理商 那代理商也可以自己做 你做某一个板块的经销商也可以 但这个时候就不能有他全代理了 因为就像你说的 他代理东西太多了 他的精力完全不会完全放在 我们的这个产品上 而且我们来又小 又不是那么多 当量慢慢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找一些经销商 那么再找经销商的时候 你会发现像新加坡这个地方 其实经销商他起的作用 就是要货发货 要货发货 他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 优势 他还有一个就是能够现金流 给我们现金 超市是给他占期的 但是他中间有利润 既然他能做出来 我相信如果我们做直营 超市也可以做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开始 在新加坡转向了直营 我们现在开始做直营 第一我们觉得品牌力 这么多年的打拼 在这里品牌力也起来了 第二整个的产品的丰富度 也出来了 第三个我们在马来西亚有工厂 在新加坡有加工点 都有 就把这个建成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直送这个超市 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你就这么走过来的 现在已经直送超市了 但马来西亚还是经销商 其他地方都经销商 现在我们泰国就找到代理商 你看一样的 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的循环 我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也是关于供应链的 我是替我们上一届 海底捞总裁班的一个同学 Leo他想提问一下 Leo还在问供应链 对他说他的问题是 对对对如何把供应链做到高高门槛 然后能不能做到别人模仿不来的这种高门槛供应链 一般投资者会这么说 哈哈哈他希望投资这个供应链 然后是高门槛 然后他投资就成功了 其实很难做到 供应链的话 你除非把信息化做到极致 但是我又提到刚才我说的信息是为业务服务的 信息不是一个竞争的一个门槛 你做到了人家也能做到 是吧 整个的供应链 其实供应链最后拼的是效率 就是周转率 效率供应链就拼着这个 所以说供应链最终的高门槛有可能就是 很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业务细分 比如做餐饮的以后就只做门店 不做供应链 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真的供应链竞争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 大的供应链公司会产生 一旦产生了门槛自然产生 就像做餐饮他们都说没门槛 我相信你们在做的相信 做到现在肯定觉得餐饮门槛 而且门槛很高 做好是不容易的 进来容易 但做好是不容易的 说供应链发展到那个时候 有大企业脱颖而出的时候 门槛就产生 其他的就不太容易竞争得过 这个大的供应链 那在现在中国的这个市场 有出现过这种 就是引到头部的 还没有 都没有 当然我们这里就不讨论 因为他有他的 另外的一些因素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因素造成 跟这些有些 有些大环境的因素影响 还是有影响 好 谢谢 这也是师傅今天下午的 这个您直接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么我们这个 要不要跟师傅买一个大合影 好吧 还有合影 好好好 你们愿意的话就可以 我们也就不用这个 我们大家往中间距离一点 我们就像这样拍 对吧 从这个角度 是从你站在中间 往那边拍是吧 你都站起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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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